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Google Keep的雲端筆記 你把它當記事本也可以 現在有沒有人有在用這個服務 平常各位在記事情的時候除了紙筆以外 因為現在大家手機很方便 手機上你有沒有嘗試一下用它來記錄一些事情 除了拍照以外 現在大家我知道上課也是拍照 現在老師都很辛苦你知道嗎 老師在上面寫白板有沒有 板書 啊同學只有一件事情 老師你站在旁邊耶 我拍照 你按一下老師要寫很久 所以現在老師都聰明了都不寫板書 對不對齁 這實在是不太好齁 老實講真的有手寫的有經過你的大腦 不一樣 你用拍的因為你只按一下 所以記憶特別淺 真的有差 那Keep是還不錯的一個服務齁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進到以我這邊來講 從這裡 而且它現在跟我們新的那個什麼 跟我們新的Google的那個Gmail介面有做整合 它也可以跟我們的這個做整合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它的那個基本介面 好了齁 來看一下你可以單獨使用 有沒有叫Keep 按一下 我先給你看我沒有再用的這個版本 因為有再用的不適合錄 哈哈哈哈 好你看我這裡有沒有 一中正我講過這個所以 放一下 你看像這樣子我要新增一個記事 有沒有你可以打字的 好你可以在這邊我就增加更多 有沒有你也可以用標籤有沒有 這很重要啊 你看我左手邊 我有沒有現在有兩個標籤 因為剛剛各位看過I'm all reader的 所以你現在再看標籤有沒有 比較熟悉一點 標籤 一個 可不可以用兩個以上的標籤可以 還有一本一個記事 這樣以後你再找是相對容易 比如說這是跟工作有關的 跟學習有關的 這跟家人有關的 你就不要混在一起嘛 這樣比較好找 那 這裡第二個你也可以紮入照片 在手機上你可以用拍的 手機上可以用拍的 甚至呢你可以給他不同顏色做提醒 現在Facebook不是有這一種嗎 你每次看到我都覺得 有人用那個很鮮艷的顏色 我都覺得 畫像什麼事情 那還有你也可以怎麼樣 找人跟你一起協作 一起共同編輯這個 那就是跟我們剛剛Google協作一樣 Google跟Google協作一樣 再來你也可以做提醒 他的提醒有分兩種提醒 像時間的提醒是一種 還有什麼地點的提醒 比如說因為 這個禮拜你有去搶499嗎 499現在不是很紅嗎 昨天前兩天剛結束嘛 對不對 對啊 如果你是那種 失稱的那一種 你可以把你的GPS跟行動網路打開 你的某個地點 對齁 經過超市 哇 要買什麼他就跳出來 這樣了解嗎 你也可以用地點提醒 所以這也蠻不錯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如果我這樣做好了 你可以開GPS定位就好 不用上網 沒關係 他地點到了也會 那這個地方 標籤我就把它勾起來 好勾一個 好OK 這樣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如果我以後想要找每日工作的 點一下 有沒有只有每日工作就跑出來 我要看一下生活紀錄的 就只有生活紀錄的 那如果沒有分類的 那就是放在最外面 這樣就簡單吧 那當然Google最厲害的就是搜尋喔 所以如果說 你這個祭祀我已經完成了 比如說我在這邊已經做完了 我就把它封存 可是你搜尋還是可以找得到 因為封存只是會讓它好看嘛 對不對 好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可以依照顏色來找 有沒有就找到了 也可以 好也可以 如果你沒有把標籤做好的話 也可以像這樣用 真的不太難 那因為手機上也有這個 對 所以就還蠻方便的 是的 是的 而且呢你看我們在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直在這邊玩嗎 對不對 你看 這裡 工具裡面 有沒有Google記事本 Keeper記事本 因為有時候你那邊記好了 啊對齁 我就把它丟進來就好了 你看這個 點它 對不對 你就在這邊把它新增到這裡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它雖然不像 Evernote 不像微軟的OneNote 它是比較完整的 好像筆記本的概念 它是一折一折的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就是要手記而已嘛 我可以像這樣把我需要記錄記下來 那我需要用到的時候 就從那邊直接叫進來就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功能 那因為它最近跟那個Gmail又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在Gmail裡面使用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 只是那個就不錄影 這樣子 那你在這邊其實也可以啦 它這邊有沒有一個叫做複製到Google文件 它就變成單一個檔案這樣子 可是我們大部分不會說這樣就是個來源檔案 所以我就比較少用到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是屬於 你是屬於什麼 這一種的 需要完成的代辦事項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這種核取方塊的 剛剛是這一種的 有沒有 直接打字的 這裡有沒有核取方塊 有 你就可以來這裡 來這個地方 我新增的時候呢 這裡就選擇 顯示核取方案 就一項一項 這樣也可以 那如果完成了 你就打個勾 它就完成 這樣了解 所以給你看完這裡 那接下來我就不錄影 給你看我私人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樣要結束了 OK OK 好